今天我们说的是锦鱼之下续集第56集 生死未卜 船上一片混乱 周围也是战火连天 所有人都在这场战争中慌乱地奔走 而此时也只有两个人依旧很淡定 马海峰一只手痛苦地捂着钢材 断掉手臂的位置 砍断他一只手臂相当于削弱了他一半的战斗力 如今他们两个也都是奄奄一息 苟延残喘地进行较量 陆毅说着又握紧了手里的剑柄 他也不会放他离开 毛海峰他早就该在三年前杀了他 既然没有后悔要 那他现在就来弥补当年留下的遗憾 要论志气 毛海峰定是比不过他 陆毅心里有对大明的忠心 有作为锦衣卫的指挥使的职责 更有缘机下对他的信任和憧憬 为了他们 他也只许胜不许败 川里的建筑逐渐倒塌 最后两个人的战争也以陆毅的胜利而落下帷幕 但与之而来的还有接二连三的爆炸 陆毅用他的最后一口气选择了跳海 水雷爆炸的一股气体将他的身体震向海底 惊吓答应你的 我可能做不到了 他的身体变渐地沉下去 眼睛随着身体的下沉而缓缓闭上 陆毅逐渐失去意识 也任由大海吞噬着他的身体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唯一 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他到死手里还握住不肯放开的东西 翡翠玉影环 从海面上远远望去 一艘接一艘的战船接连爆炸 东莹也因此的战败而损失巨大 恐怕这将是他们全部的兵力 谢霄 余大勇 齐卫刚也在岸边苦苦 等待着他们心里的那个人 你们回来了 哎 那陆大人呢 陆大人可以我跟你们一起回来 余大勇急忙问 他一眼认出刚上岸的这几个人 就是他亲自派到敌军去做戏作的几个人 如今他们回来了 陆毅却没有和他们一起回来 难道 将军 但是我们想让陆大人离开 可是他坚持要留下来拖住毛海风 他说随后就能跟上 让我们先走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陆毅没有和你们一起回来 谢霄生气的先揪起了对方的衣领 敌军的主战船已经被炸毁 其他乡邻的船只也都受到了影响 最后都被他们一网打尽 可唯独就是不见陆毅和毛海风的身影 谢霄那种不安的念头也一步步证实了他的猜想 陆毅恐怕是凶多吉少 马上给我去找 所有人无论如何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给我找到陆毅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谢霄对着所有的士兵大喊着 他的情绪也已经激动的难以控制 陆毅对那两位将军而言 无非就是宫里的一个朝廷命官 可是对他来说 他们已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了 更何况他谢霄这条命都是陆毅救回来的 如果他有什么万一 那他又该怎么和袁金夏交代 吕大勇和齐卫刚赶忙将他安抚下来 他们也理解谢霄此时的行为 陆毅的牺牲对朝廷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可他们现在更需要的是理智 齐卫刚将这两日的战况一并修书回京 扎捕的东营人也依照皇上的吩咐 暂且关押在牢里 陆毅的事情他们也如实上报 如今他生死未捕 所有人都在心里对他抱有希望 他们都相信陆毅没有死 他还活着 谢将军 战死的人数太多了 难以分辨出来哪个才是陆大人 是啊 因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人不计其数 陈海的 喂鱼的被水雷炸得面雾全非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他们听到传言也让他们自己失去了辨别的能力 有的人说看见陆毅陈海淹死了 有的说他牺牲了 也有的人是和谢霄他们一样 坚信陆毅还没有死的 可是却没有任何证据 对他们来说 没有找到陆毅的尸体就是最好的证明 战争结束 所有人奉旨回京 他们打仗 仇良在这层岗待了半个月 又用半个月的时间 去海上找陆毅的下落 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 这在皇上眼里 他已经是遇害了 陆府 听说层岗一战 大获全胜 这样京城里的每一个百姓 都是一副兴高采烈的表情 一个月 元金下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陆毅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不知道他有没有因为战争疲劳而生病 元金下准备了满满一桌子的菜来为他接风洗成 他记得盖书之前就说过 陆毅的身体不壮实 正好他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和杨岳学得了几招菜式 所以就想利用这个机会 为他好好准备一顿大餐 孩子 你肯定也想你爹了吧 娘也想他了 不过我们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他摸着自己那还未突起的小腹 自言自语的说着 元金下怀着满心的期待 看向即将推门而进的那个人 见来人是谢霄 他也急忙走向前 谢缅月 怎么只有你来了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故意来我们这里 曾吃曾喝的呀 元金下说着 一根食指已经止在了对方的鼻子前 元大侠 我 我和你说一件事 你一定要冷静下来 路易他 谢霄的表情也显得很沉重 半个月过去 也让他逐渐相信路易可能早就 怎么了 大人怎么了 谢明月你会说呀 他怎么了 元金下抓得他很紧 他以为谢霄是在同他开玩笑 可看他的神态和表情 也从未像今日这般严肃 路易他 为了吸引敌军的注意 孤身一人去会点毛海风 敌船爆炸 他没逃出来 我们在海上海下找了半个月 还是 没有找到 谢霄说的时候根本不敢看他 路易的噩耗对眼金下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打击 他的一切都是围绕路易而活 如今又有了孩子 老天却带给他这样一个消息 不 不会的 不会的 你在骗我 不行 我要去找他 他答应过我要回来的 他答应过我要回来的 元大侠 你冷静一下 路易他 可能 不会回来了 但你要为了你的孩子 好好活着 云金下 越说情绪越难以控制 谢霄努力的去安慰他 路易如今生死不明 他一定不能再让元金下有事了 不然他献霄都对不起路易牺牲自我 救他们一命的人情 我知道 在你心里 路易从来没有离开过 但是 如果你要等他 也得先照顾好自己才行 他能够理解 他心里的痛 当时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是一脸的不肯相信 可时间久而久之 他们所有人也不得不去相信 路易已经牺牲的事实 与其让他接受这个残忍的恶耗 倒不如让他心中抱有希望 接下来的时间里 尚关西 安岩和云西他们轮流来陪他 从前的元金下 火蹦乱跳的像一只小猫 可现在看到他 却是一个郁郁寡欢 甚至变成了让他们都感到很陌生的样子 好了 这一集的续写故事就到这里 婚后生活千百种 而他们的婚后生活更是精彩万分 你对他们的婚后生活又有哪些想象呢 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讲 请不吝点赞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